熊孩子故意破坏电梯 致女孩跪楼身亡 最后被狠大哥关进电梯 加断手臂变成残疾 我们小区有个爱拆家的熊孩子 最喜欢的就是把家里的电器全都拆散架 熊妈见儿子有电子器械这方面的天赋 也是非常的支持她 喂儿子 你惊人的拆家天赋老妈都是看在眼里的 你尽管拆 长大了咱们当美德公司的老板 见熊妈如此的支持 熊孩子带着拆家工具就来到了小区楼下 他见单元门口有个正在送货的搬家工人 于是上前说道 这是我家刚买的电冰箱 妈妈说你不用送上去了就放在这里 一会他们找人来办 一听这送货小哥则是一脸高兴 后一次捧见不用怂上露道买买 这也太霜了 然后放下电冰箱就走了 熊孩子见四处无人 直接就把人家新买的电冰箱就给开散架了 然后一连满意的回了家 许久之后 半天没等到送货的邻居下楼查看 卧槽 这不是我刚买的电冰箱吗 这么拆成这得行了 邻居刚想打电话 此时一旁的路人说道 刚刚我看见有个熊孩子在这拆着玩来着 好像是旁边那栋楼的 打听到熊孩子具体住在几楼后 邻居赶忙来到了熊孩子家 你家好大儿把我刚买的电冰箱给拆了 你说说怎么办吧 拆了就拆了 你再买一个不就是了 你这人怎么这样 没经过我的允许不说 连赔都不打算赔的吗 有什么可赔的 我家儿子天赋一饼 这么小就精通电子元件 长大了肯定是不得了的 你这个冰箱就当投资了 等我儿子长大了 开了公司算你一份的 你 你什么你就这么说定了 等我儿子当了老板 我们会给你发工资的 见这人这么不讲理 邻居无奈只好 另想办法来解决 于是就先回去了 回到家后的熊妈 仍是把熊孩子的天赋 和将来放在第一位 甚至幻想着熊孩子 已经当大老板的画面 于是并没有多说什么 反而是一味的反向支持 没过多久 熊孩子把能拆的 都拆了一个遍了 觉得没意思了 于是他将目光放在了 平时人来人往的电梯上 这天 熊孩子找了一个 没人的时候 带着工具就来到了电梯里 他三下五除二就将 电梯的线路板拆了下来 剪断了其中的两条线路 然后又原封不动的安了回去 然后就偷偷溜掉了 此时 邻居家的女儿阿珍放学回家 他刚进入电梯没多久 忽然电梯里就传来一阵晃动 一个劲的往上升 阿珍害怕极了 慌乱之下就按住了开门的按钮 可电梯门不但没有打开 反而是疯狂的朝下坠落 几秒钟后 伴随着一声惨叫 电梯间狠狠地砸到了地面 整栋楼都为之晃动 此时熊孩子见闹了这么大动静 赶忙心虚地溜掉了 而电梯闹出来的动静 也吸引来了不少邻居 好好的电梯 怎么就掉下来了 还有 刚刚的惨叫声 是不是电梯里传出来的 一个人面面相去 赶忙拨打了急救电话 没过多久 阿珍被急救人员抬了出来 阿珍的父亲也来到了现场 这孩子在电梯下坠的时候 当场死亡 他全身的骨头 从头到脚全都被震碎 他的大脑以及身体器官 因为惯性已经全部破裂 现如今他浑身上下 全身伴有淤血 再加上耽误时间较长 已经没有救治的必要了 还是抓紧准备后事吧 此时一旁的检修人员 也发现了问题所在 不对 电梯里的主板被人动过手脚 这电线明显是被人剪断的 熊孩子剪断电梯控制线 至女孩坠楼 最后被狠大哥关进电梯 加断手臂变成残疾 上集说到女童坠楼后 检修人员发现 电梯控制线是被人为剪断的 听到这个消息后的 女孩父亲阿强瞬间就怒了 你说什么 电梯的坠落不是意外 而是被人故意弄坏的 然后赶忙就来到了 小区监控室 他发现阿珍进入电梯的 前一秒有个熊孩子 拆开了电梯里的控制面板 随后阿强就带着视频 还有民警就来到了熊孩子家 阿强二话不说上去 就给了熊妈一个大逼斗 刻码的 还我孩子 还我孩子 就是你家孩子 害死了我的女儿 此时熊妈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你在说什么 你们肯定是搞错了 我家儿子才六岁 他有什么本事去弄死你女儿 再说了你家女儿 这么轻易的就嘎了 要我说 肯定是你家女儿太脆弱了 本就快丧失理智的阿强 一听这更想抄他了 他刚要抬手 就被叔叔拦住了 阿强先生您别激动 这位女士请注意您的言辞 就在刚刚您家孩子用工具 剪断了电梯里的控制线 导致电梯失灵发生坠落 而当时阿强的女儿阿珍还在电梯里 所以 这场意外事故很明显是由您家孩子 一手造成的 还是请您跟我们走一趟吧 没有证据我们是不会来的 也就在这时 熊孩子一脸惊恐地回到了家里 妈妈 刚刚电梯爆炸了 好 好像是我干的 此时熊妈才彻底相信了 直接摊坐在了地上 这下您清楚了吧 如果您想看电梯的监控 我们也可以给您看看 所以现在还是先跟我们走一趟吧 来到警局后 熊妈仿佛变了一个人 刚刚我也打听过了 我儿子才六岁 法律上他不允许被关进小黑屋 我看这件事就这么算了 等我儿子长大当了 老板算你们一份的 就算你们入股了 见熊妈这么不要脸 阿强的情绪也上来了 就你儿子这样的还当大老板 别做梦了 叔叔 你们一定要给我做主啊 坏人一定要得到该有的惩罚 不能因为他是个孩子 就放过他 见调解失败 叔叔也是深感无奈 熊女士 毕竟这件事是你家孩子造成的 作为家长肯定是有连带责任的 即使孩子不能被关小黑屋 那你们也要对阿强先生进行相应的赔偿 如果你们拒绝赔偿 可是要被关小黑屋的 而且即使你们被关进小黑屋出来了 还是要赔偿的 无奈熊妈只好甩出一张狠型卡 然后扭头就给了熊孩子一巴掌 这是你王叔二十年来给我包的红包 这下全让你给货货了 然后又跟阿强说道 这张卡里有八万块就当是赔偿了 我大概算了算 你家孩子也才不过六岁 花不了你们多少钱 赔这么多已经足够了 此时阿强已经被弃的快步行了 既然你们用这种态度来解决问题 那我也用我的方法来解决 说吧阿强就走了 回到家后 阿强辗转反侧 心里面已经开始酝酿他的复仇计划 第二天阿强趁着没人便来到了电梯旁 而电梯因为发生事故后还在检修 所以并没有通电 随后阿强上下打量了一番电梯 便来到电闸房打开了电梯开关 没过多久 阿强发现熊孩子要上楼 便直接把警示牌撤走了 熊孩子见电梯门已经打开以为是修好了的 此时阿强直接窜了出来 一脚将熊孩子踢了进去 然后迅速来到电闸房 关闭了总开关 而被关进电梯的熊孩子害怕极了 他先是对电梯踹了几脚 见电梯没有动静 然后就开始上手往外扒 没想到还真被他扒出来一条缝隙 熊孩子顺势就将手伸向外面 此时电梯门因受力不均开始关闭 直接夹住了熊孩子的手臂 熊孩子只感觉一阵疼痛 然后就开始拼命挣扎 随着电梯的加力越来越大 最后熊孩子成功将手臂拔了出来 但是少了一半 最后听说阿强实施抱负后 一脸满足的就去自首了 熊妈见孩子缺了条胳膊 觉得她不能当大老板了 所幸就跟老公离了婚 然后改嫁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